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朕乃大魏天子,犹如使唤奴仆一般 朕安能忍受,这般屈辱 不遮窜心逆天道 谁人不知司马昭 大家好,我是二明虎 江维扒出其闪 吃了邓爱先入为主的魁 则两日摆下了八卦阵 要与其一决雌雄 这邓爱也不含糊 八卦阵不就是生门进死门出吗 当年赵子龙能做到 老子一样能 为了保险起见 他赵子龙带三人 自己带五人足够了吧 手持帅齐,当头冲入阵中 正如当初徐述所述 曹仁的八门金锁阵乃是半成品 所以赵云才能单枪破阵 这江维的八卦阵 可是诸葛亮侵传的 毫无破绽可言 前坎更阵,迅雷昆队 修生上渡,惊死惊开 八卦队八门,相生相克 变幻莫测 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一会儿排成个医字 啊,秋天来了 最终 邓爱如那红艳玉猎人 身中数剑 在司马望的拼死营救下 侥幸解回一命 退于渭水之南下寨 骑山九寨 近北江维所夺 这下邓爱可慌了 那江维身得诸葛亮真传 若再使出什么手段 被他拿下渭水 长安不保啊 这司马望献策 他江维虽强 但军命难扛 那蜀主刘善宠幸宦官皇后 咱可以金银珠宝 贿赂皇后 再使当年 苟安撤诸葛之计也 果然 在重金和承诺下 皇后先是让宦官散布谣传 说江维愿望天子 不久便要投位 然后自己奏之后主 即刻遣人 星夜宣江维入朝 此次兵法中原 连夺骑山九寨 胜利在即 圣上却令我 即刻收兵还朝 实不知其中缘故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今虽有诏 绝不可半途而废 这两句话 是曾经自己对丞相说的 而丞相的选择是 放弃垂涎的优势 顾全蜀汉大局 当时不解丞相用意 后来明白了 若身后无主 何谈北伐呀 此次 103%还是奸臣谗言 若自己无视赵鼠 便坐实了反叛之名 那么完成丞相一致 也成空谈 所以眼下要做的 还是当年丞相所做的 铲除坚定 稳固后方 再图中原 可没想到的是 剧本还是从前的剧本 但身为主角的姜维 却没有上一任 主角的权限加持 在刘善的几句敷言下 成功保住了宦官皇后 厨师表里说过 亲贤臣 远小人 此先汉 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 远贤臣 此后汉 所以轻腿也 今日刘善 没开二度 尽信禅言 蜀汉覆灭 实乃天一也 他将为被刘善 安在汉中 如何郁闷不表 洛阳 贾冲给司马昭 拿了一波书 上面有诗一首 尚在龙兽困 不能跃深渊 上不飞天汉 下不见于田 盘踞于井底 秋善武其前 藏牙扶爪甲 皆我亦同然 何人所作 这首诗 正是曹魏天子 曹毛所作 诗中 自子清朝 聚聚自讽 自己身为真龙天子 却只能任由司马昭 这只泥鳅 呼来喝去 何其可笑 不甘的味道 清晰可闻 这不禁让司马昭 想起了曹房 小崽子有了这个念头 保不齐 也要背后搞点动作 眼见司马昭 面露绿色 假冲献策 所谓 一不做 二不休 先逼曹毛 封您为进攻 为将来篡位 打下基础 然后 我再寻良己 弄死他 这司马昭 点了点头 默许了 多日后 司马昭 按通党语 联名上奏 请求曹毛 封自己为进攻 加九戏 这九戏 也叫九次 是天子赐给 臣子的九种礼器 象征皇权之下 最高的权力者 先秦之后 第一个加九戏的人 是王莽 结果 大家都知道了 老伙计 篡位了 所以 打王莽以后 加九戏 就从对 臣子的恩赐 变成了 篡位的象征 这曹毛虽小 但也深知其意 有心不予加讽 奈何 胳膊扭不动大腿啊 你敢不讽 他司马昭 就敢费你重力 敢不遵命 看着志德意满的 司马昭 昂首离去 曹毛心里 纵使又成敦的委屈 也不敢发泄 在这庙堂之上 因为文臣武将 皆攀附于司马家族 这下了朝 回了狗 曹毛可就 搂不住了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他欺振太甚 朕乃大魏天子 犹如使唤奴仆一般 朕安能忍受 这般屈辱 没错 司马昭 窜逆之心 已经昭告天下 现摆在曹毛面前的 只有一条路 带到时机成熟 善未于司马昭 拱手 让出大魏江山 但是 曹毛身体里流淌的是 曹操的血脉 狂傲的基因告诉自己 不允许狗活 所以 他选择了几乎为零的第二条路 讨伐叛逆 这常识王爷劝导 所谓 以卵击尸 就陛下您手下的三五百银 别说鸡蛋了 面对司马昭的硬实力 你连个鞍唇蛋都不如啊 你拿什么碰啊 此时的曹毛 已经十九岁了 他岂会不止 自己的行为 与自杀无疑 但是 相比拱手让出江山的耻辱 以死换来的尊严 更能对得起曹家的列祖列宗 同时 也可以将司马昭 牢牢地盯在 士君的耻辱柱上 讲话呢 人生就像打电话 还不一定 谁先挂呢 万一侥幸 以少胜多 以寡敌众 以当时 把司马昭干死了 这一里一外 可就血转了 不可莽撞啊 这一决 死又何惧 这王爷和王沈一看 你一想死 阿门还没活够呢 所谓 食食物者为俊杰 俩人一合计 去给司马昭报信吧 一旁的尚书王警 可就怒了 有道是忠臣不是二主 眼下我主有难 而等岂能 王爷一白手 可别他妈爸爸了 老王 咱赶紧走吧 站住 站住 当曹毛做完了动员 带上几百仆人 刚出龙门 早就得到二王禀报的司马昭 已经派了几千铁甲进兵 堵住了皇宫 当头的三匹马上 中间的是甲冲 左右两边 分别是承翠和承继阁俩 朕乃大魏天子 而等闯进宫来 莫非要造反不成 这也是曹毛唯一的侥幸心 以正统唤醒迷途的教旨 可他低估了甲冲的狠辣 低声告诉身旁的承继 司马公培育你多年 今天到你表忠的时候 承继毫不含糊 您料话 要死的还是活的 司马公有令 要死的 现实中 不乏这种头脑简单的替罪羊 他想的很简单 我弄死天子 绝对是大功一箭 到时候司马昭称帝 以自己的功劳 必定是鸟嘴鸾缝 飞腾远了 如还等什么 曹魏最后的尊严 随着成绩的毛起毛落 彻底消散在曹操亲手打下的中原大地上 司马府上得知甲冲得手了 司马昭马上被车赶往宫中 陛下在哪儿 陛下 陛下 那是陛下 圣上蒙难 臣下未能效命啊 赵 只求一死 司马昭的演技 在众人眼里 简直是拙劣到无以复甲 豪苦无泪 欲死欢休 就差告诉众人 自己心里爽反了 这王审和王爷 徐情假意道 进宫切莫大悲 要保证身体 宁垮了 魏国怎么办呢 眼下 给魏主办理丧事要紧 其余 事后再说吧 这司马昭心洗面 苦地点了点头 就依清所言 太极公 众臣披麻带笑 灵番随风飘飘 无数悲凉之气 围在梁间 绕了三绕 这丧事办了 但人不能白死 必须有人出来顶杠 以谢罪天下 列位已经猜到了 顶纲之人 非成绩莫属 司马昭下令 成绩士君 仙割其蛇 在万寡灵池 浸灭三组 金贼 是家重传令 只要死大 我又何罪 是你司马老儿 要当皇帝 让我杀人 金贼 上下几千年 就出了成绩 这么一个狐狸玩 敢当界杀天子 最终 也为自己的愚蠢 买了血淋淋的账单 另外 没有同流合污的 尚书王景 也被以莫许有的罪名 诛灭了三组 这也是在昭告 魏国上下 顺我者唱 逆我者亡 这曹毛刚过头起 贾冲便带头进眼 让进攻 受善称帝 司马昭对贾冲的举动 很满意 但心里的算盘 可不是这么大的 若自己现在上位 那不就是赤裸裸地 告诉天下 自己弑君篡位了吗 就算得了江山 也坐不稳 所以 他选择了 立十三岁的曹焕为帝 给弑君篡逆的舆论 做个缓冲 将司马氏的高光时刻 留给自己的儿子 司马昏是想把地位 留个儿子吧 下集 隐忍已久的江维 得知司马昭侍主 终于有了借口 就罚中原 不留宵 不留宵而在 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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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